近日,欧洲新冠疫情死灰复燃,世卫组织欧洲区负责人表示,欧洲或者面临一个毁灭性冬季,一些形势再度严峻。 有世卫组织专家指出,德阿塔毒株在大多数国家流行中占绝对优势,其传染能力强,传播速度快,令人防不胜防。 专家强调,全球各国因吸取国中防疫教训及时采取措施,防止疫情蔓延。 时至冬季,海外中国公民染疫事件也是有发生,甚至出现个别公民确诊后医治无效不幸离世的事件,令人心痛。 针对疫情变化和各国防控形势,多家驻外使领馆相继发出温馨提示,疫情防控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,请侨胞们一定加强防范,万不可存在侥幸心理。 那么,我们以如何有效防疫,小桥整理了三个牢记和三个注意,医药牢记、非必要、非紧急不旅行,避免长途或跨境旅行,降低交叉感染风险。 二药牢记尽量减少外出和聚集,严格做好个人防护。 三药牢记如出现疑似症状,不要过度惊慌,请及时就医,向当地医疗保健部门或驻外使领馆求助。 还要注意,第一,强化个人防护意识,新冠病毒对已接种人员同样具有威胁,无论是否接种疫苗,均应保持警惕。 第二,在知情、自愿的前提下,尽可能就近接种疫苗,为身体增加一道防病毒的必要屏障。 第三,确需复华人员,要按规定做好行前隔离和检测,加强个人健康监测和闭关管理,做好归国途中全程防护和入境后隔离工作,避免发生感染。 最后,小桥提醒有复华计划的朋友,中国境内各省市防疫形势仍在动态变化,各地防疫政策因此也不尽相同,但严防严控的总基调是一致的,无论您在行前、途中或是入境后,相关的防护势必不可少的。 一句话,只要疫情没结束,坚持防护就绝不能放松。